日本绘本画家佐野杨子在散文集《无用的日子》中 他勇敢地写下自己离癌为生命倒数的日子 最近《无独有偶》剧团将他改编成独角偶戏 邀请曾经两度拿下金钟奖的演员王娟 挑战一个人在台上和人偶演出 透过佐野杨子面对死亡的淡然态度 用另外一种角度来看待高龄化社会还有独居的问题 这次我在演有口跟无独有偶合作的角色是杨子 杨子是一个日本很有名的插画家 他在老年的时候开始失智也得来症 他为他自己老年的生活做了一个记录 叫做《无用的日子》 主要是人生走到了将近尾端的部分 人会在想什么 前两度拿下金钟奖的实力派演员王娟 这次挑战独角偶戏 他说这非常考验体力和脑力 我觉得体力上就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 而且没有人能够帮助我 不容易记住 因为台词很多 然后我们刚开始排练的时候就在开玩笑说 我需要提词员 要不然在墙壁上 板子上面一直写我的台词 因为要记住很多事情 所以我必须把它内化成 我不需要烦恼 日本绘本画家佐野杨子 以绘本活了一百万次的猫 广为人知 散文吉无用的日子叙述他离爱后 剩下两年的生命时光 他但人面对死亡 不喜欢猫 却画猫养猫 无所顾忌的生活 用不同角度看待人生下半场 当初在看到 作为养子的书的时候 就觉得非常的 就觉得这个老太婆 她面对死亡的方式 是非常的另类 然后非常的怪咖的 就是说怎么可能会有人 这么的面对死亡 然后这么的不恐惧 然后这么的幽默 跟我住的那女人 根本没帮我取名字啊 每次叫我的时候 都在那边 你那个叫 你那个叫 拜托 他这一叫附近所有的猫 通通都跑出来了 是有没有想过猫的感受啊 剧众并交错上演猫的生活 直击人心盲点 他其实是一个很好笑的 在嘲讽的 然后去讲一些 我们觉得猫可能是这样的感觉 用猫的角度去谈 人类在处理事情的方式 王娟自己在现实生活中 也是独居的人 他认为这部作品 可以让人诚实看见自己 因为那是靠奖 难得温柔服务我的时候 那是我与靠奖接 有时候角色会找人 是这样子 角色会找一个人 来帮他说一点话 那我觉得杨子 我有机会跟他 这个机会跟他一起工作 帮他说一点话 其实是想说 不用害怕老这件事情 老其实很美 老其实可以老得很优雅 也可以老得很自在 透过昨夜杨子 对待人生的态度 带领观众持世生命最终章 我用现金 要把养育之情 疑赐父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